新冠状病毒疫情逐渐的延烧 除了参旅业者受到严重的冲击 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意愿 也跟着降低 原本是人满为患的火车站 现在是人潮少了许多 而才刚通车的树花改北花客运 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人搭乘 业者只好向交通部申请 最高上限减半三成 花莲火车站广场前空荡荡 不见以往人潮 虽然清明廉价台北到花莲的普悠马号 泰鲁格号还有自强号已经销售一空 但平日载客量却是下降四成 就连原本销售量高的台铁便当 也连带受到影响 以目前我们运输量来讲 上下车旅客的人数大约少了四成左右 那清明节的订票状况 在最新的资料是 4月1号台北往花莲方面的自强号 包括一般自强号都已经订完了 那举光号还有复兴号都还有位置 如果说有需要的民众还是可以继续的订 影响大概四成左右 原本大约八百多个 那现在就直接降到四百个左右 北花客运柜台前同样是空荡荡 根本没有人要搭车 业者表示从228连假之后 平均每班车上只有两到三人 清明连假预约订票的情况 也不是很理想 只好向公路总局申请减班三成 在客量的部分 就是因为目前是 北花这边的酝酿实在是偏低 那有一些班车甚至是载不到客人的 所以我们才会去申请 那个像主管机关这边申请减班30% 公路总局则是回应 根据统计 国斗客运在六个月内新辟的路线 在客量降幅达30% 北花县降幅更是高达45% 虽然目前各家业者都有推出优惠方案 但疫情发展难以预测 公路总局则是强调 减班计划会在每个月来滚动检讨 记者 花链市报导